哈喽 你好 我是Alan 今天有位客户问我 他说他本身租了一间店面 结果搬过去了一个木厨 搬过去不久过后啦 这个木厨就发现了白蚁侵蚀的情况 他就很担心了 他觉得是因为他这个木厨里面有白卖 所以导致那个白卖的问题 可是其实在这边我要给大家知道的就是 其实白蚁并不会根据一些木质家具或者一些纸箱纸皮 把它带到另外一个建筑物 店面 住家过后 他在那边持续的繁殖跟植生 并不会的 其实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是那个区域已经有白蚁的问题 可能你带过去的一些木厨 或者是一些纸箱跟纸皮 它太靠墙或者太靠近白蚁活动的区域 因为他们摆放在那个区域产生一些温度的差异化 导致白蚁从下面 延伸出来去侵蚀这个木厨或者纸箱纸皮 所以在这边的话 并不会因为你带过去的一些木厨有白蚁 导致那个区域有白蚁的问题 如果碰到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要不是把木厨移走 就不会再有白蚁的问题 而是要有效的消灭地底下的白蚁活 我是Alan 如果后续有什么不确定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 Jun星 wiggle位置 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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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